全国最大的互助平台相互保要关停了 这也意味着网络互助这个行业要羡慕了 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有十来家互助平台陆续关停 包括大家熟知的美团互助水滴互助轻松互助等等 关停潮的背后除了平台自身经营困境和行业环境变化的原因 更多的是监管合规的问题 从去年9月份开始监管就表态了 网络互助要有正驾驶 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具体的政策出台 或许从监管的角度很难认可互助模式能在国内发展 所以相互保的关停不算意外 在这之前就不断有人退出 不过真等到靴子落地的那一刻 还是有接近7500万人在坚持 有业内人士估算了一下 相互保这次关停估计要承担30亿的成本 算是割肉离场了 从2001年抗癌公社成立 网络互助到现在正好走了10个年头 回顾这10年行业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其中2018年成立的相互保 更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 它最先开始了先保障后分摊的模式 上线第一年参与者就超过了1亿 其中近6成来自三线及以下的城市 不过它也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 支持的人觉得分摊金额低 是对医保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特别是受过帮助的人 更觉得相互保是福利 而反对的人则认为相互保值责分配不清 不受监管 而且分摊金额在逐年上涨 其实客观来说 相互保这些网络互助平台还是有功劳的 除了刚才说的可以填补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些空白 还启蒙了公众对大病保障的认知 给全民上了一堂保障教育课 不过相互保的退出也从侧面反映了 咱们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全面更完善了 就在这一两年国家采取了更多的措施 给老百姓增加保障 比如各地纷纷推出了惠名保产品 就是其中的一种 从这个角度来看 网络互助平台已经完成了属于他们的阶段性使命 可以遗憾但不必叹息 推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成熟 或许是网络互助留给时代的一笔财富 我们的社会保障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